大家好,欢迎收看科学杂刊 1915年,亚利桑那州的威尔德营地 一块包裹在羽毛潭里的巨大陨石 被发现埋在一处古老的遗迹中 乔治·道森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像坟墓的东西 那里果然没有东西 经挖掘后发现 原来是一块重122斤 包裹着镍和铁的陨石碎片 这个地方仿佛是人类的墓葬 灵墓主人应该和这个物体有某种关系 古希腊时期 陨石被认为含有神的力量 阿波罗神庙是为了纪念陨星 坠落地球的地点而建造的 对他们来说 那块石头是一种能量 从德尔菲的陨石辐射到地球各处 而这颗陨石也被认为是与神沟通的工具 所以很多人怀疑 它是宙斯留下的吗 它真的是一种可以帮助人们 与外星文明交流的特殊石头吗 古代关于陨石与人类交流的记载 仅仅是神话故事吗 一些理论家坚持认为 答案自然是否定 因为通过重新审视穆斯林 当作神圣陨石 即他们所谓的黑石 可以找到许多东西被故意送到地球的证据 传说黑石是亚当 世界上的第一个男人所使用的祭坛 后来天使加百列把他给了亚伯拉罕 然后亚伯拉罕喝饮食玛利 把黑石放在麦加的卡巴 就是他今天所在的地方 所以有些人怀疑 外星人是为了推动地球上的人类前进 故意把这块石头给亚伯拉罕的 而卡巴黑石和圣经中亚当夏娃的故事 两者之间的联系 是否能够进一步证明 外星人利用流星在地球上孕育生命 答案似乎难以想象 科学来说这是不可能的 目前来说 还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 两者之间是有联系的 那么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请留下您的看法 感谢收看